皇家千六日金船和夏克里的16年婚姻生变 正在进行离婚官司 消息一出震惊外界 据今周刊报道 分开原因除了疫情关系 女强男弱的相处模式也是婚变原因之一 尤其皇家千有时强势起来 语气就会很不客气不耐烦 但男方曾不满表态 我不是你的助理耶 而皇家千好友斗志孔 就在脸书贴出一张灰底图 用谐音夏克里来暗讽 她不是助理 因为她是垃圾 并写下约克夏真的比较可爱 狗很直接才不会在那边装疯卖傻 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 斗志孔贴文发布后让网友都很惊讶 好奇她是否知道夫妻俩的婚变内幕 面对网友们的留言 斗志孔也回应 各位啊我心情很好也没有生气 这是刚好朋友家的狗咬人了 单纯上来抒发抒发罢了 让外界一头雾水 而皇家千稍早透过律师发出声明回应 今日媒体报道有关本人离婚事件 惊动很多亲朋好友 分分来电表达关心 再次感谢也抱歉 证实自己即将离婚皇家千谈言离婚的决定非常艰难 也是不得已的 希望可以不要因为报道伤及家人 她也向大众道歉 再次因个人家务事占用社会资源 也希望在疫情期间大家平安健康 单单以124个字诉说现在的心情 可见她不仅想保护家人 不愿多谈婚姻 也留给即将成为前夫的下颗粒隐私 未经许可,不得已的